今天给大家唠唠火诸葛啊 卧龙诸葛亮 不算神诸葛和张角的主攻击的话 这个武将啊 应该是三国杀第一个三血三技能的武将 火诸葛刚出的时候 那可是惊艳众人啊 这么牛逼吗 攻防兼备能辅能塞的 这可太强了呀 再加上诸葛亮有这个名人效应 小时候咱说实话也没咋研究过三国历史 也就知道刘备关于 诸葛亮那几个人物 心想啊 这千古名称诸葛亮 还是个三个技能的武将 这选出来别管咋样 逼格这方面是绝对到位的呀 不过咱说到火诸葛 就绕不开一张技能啊 火宫 火宫这个技能挺有说法的 从字面说明上看 必须要有两张手牌 才能对人造成伤害 所以呢 会给人感觉啊 打火宫是一个比较亏本的买卖 其实不然啊 我觉得火宫是三国厂减囊牌里面 最需要技术的一张牌 方方面面都体现了博弈啊 如果火宫的目标是一个一手牌的敌人 即便火宫不能命中 也把他唯一的底库给探出来了 后面的几方队友就明白如何对其进行进攻 从而能够有效的减少无谓的手牌浪费 而且火宫是可以打自己的 这就很牛逼了 有些新手玩家不知道啊 火宫配合铁锁藤甲这两张牌 把自己和其他一些人连上 那输出起来简直不要太爽 总而言之呢火宫这张牌啊 可以在初期不易中给对手精准的致命打击 但是讲道理还是挺废牌的 所以像火猪葛这种摸牌牌 是不太配用火计这个技能的 火计这个技能本身很牛逼 你把它给一个高过牌量的武将 当成一个辅助的一个输出技能 这就牛逼了 你给个摸牌牌那就很肥了 再来就是看破这个技能 这个技能面杀的时候是真装逼啊 不是强度 是台词 你的计谋被识破了 别管人家出啥技能 上来就是你的计谋被识破了 嘻嘻哈哈的 就感觉只要自己能频繁发动武将技能 这局游戏就没别玩 这于赢不赢那是无所谓的 战而八景的说啊 看破这个技能 火猪葛也不太配用 这就很奇怪啊 火猪葛的三个技能其实都挺不错 但是你给他一股脑袋放在一起 就不行 火计废白 看破也废牌 本来就是个三血摸牌白 何何外也存不住牌 就很尴尬 最后就是八阵这个技能啊 这个技能我就不待见他 啥也不是 纯观赏性技能 还不如咱鱼进鱼身这样的易中啊 咱易中 是黑色的杀对其无效 也就是说青钢剑也没有用 你这八阵就是一个裸八卦 我也不知道为啥 我装真八卦判红的几率还真挺高的 就一玩窝窿出口量 这八阵就是纯出来闹的 如果说用一个词 来精准的概括 窝窿猪果量的话 就是滑而不实 对 看着牛逼哄哄的 其实 没啥意义 对 好了 属中无大将 进出猪果量 如果不算借翁猪果量的话 还有四个猪果量呢 慢慢来吧 发明了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